不适合你的角色 你为什么要去接呢 我记得我的恩师张艺谋导演 他跟我说不要去接烂戏 因为你在烂戏的剧组里面 你就会养成不好的表演习惯 这个表演的不好的习惯 慢慢地它就变成了 你的一个表演的毛病 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沉得住去 去选择有更大空间 来发挥你长处的角色 说起张子怡 相信很多人对她都是很熟悉的吧 毕竟张子怡作为一名国际巨星 她的知名度和人气一直都是比较高的 可以说是很少有女明星可以跟她一样 在出道之后心路如此的顺畅 可以说是出道极巅峰了 1996年 张子怡从舞蹈学院附中毕业后 成功地考上了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 在中系上学时 张子怡非常的用功 也特别能吃苦 她不注重自己的形象是否美丽 什么角色都可以演 无论是老太太还是农村妇女 她都能演得真实自然 这也导致了1998年 张艺谋去中系选角时 看到张子怡那双机灵的眼睛和清纯的眼神 当即就把她定为电影 《我的父亲母亲》的女主角昭帝 张子怡也凭借该角色 掌握第23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主角奖 还没走出大学校门就已经获得了百花影后 张子怡已成为了娱乐圈一颗璀璨的新星 她的名字逐渐的被人记住 也从此刻开始走上了人生巅峰 第一次获得百花奖的时候是在2000年 那是我的第一部电影《我的父亲母亲》 我记得当时上台领奖的时候 那个奖杯特别特别地重 我就是用手这样紧紧地抓着 在我的演绎事业初期 百花奖给了我极大的肯定 它对我来说是意义非凡 可以这么说 张艺谋是改变张子怡一生的男人 一夜成名之后 张艺谋便带张子怡出席各种大场合 在张艺谋的牵线下 张子怡成功地出演了有李安导演的电影《卧虎藏龙》 为了演好这部电影 张子怡一个动作能苦练几十遍 流血受伤也不管 甚至从五楼吊威亚摔下来也毫不畏惧 果然黄天不负有心人 这部剧上映的时候直接震惊海内外 并拿下了当年奥斯卡的最佳外语片 张子怡全世的玉焦龙人物形象也成为了永恒的经典 她也从此走向了国际 并在国际影坛拥有着超高的人气 电影《卧虎藏龙》的时候 就是傻不愣愣地就去了 然后就为了争一口气说 李安导演选上我 你千万别让他失望 你要让自己达到他们的要求 然后这之前就练功练了很长时间 那是要武打吗 对不对 对 要耍那个清明剑 就弄了一身的每天就是跟小猴似 捏猴似 我那时候特别瘦 不管是大荧幕上的国际章 还是现实生活中的张子怡 都给人一种很大牌女王的记事感 70后的张子怡 如今也即将跨到40岁行列 不过从肤质和身材状态上来看 还是那么的年轻貌美 一点不比年轻时候差多少 尤其是这次的综艺节目 妻子的浪漫旅行 作为张子怡首个真人秀节目 大家看完都感到吃惊 没想到这么大牌的国际巨星 在生活中居然是一个这么接地气的人 大家完全被张子怡圈粉了 无论是举止动态的气质 还是衣品造型上 可以说是妥妥的女神一个 有一期节目的录制地点是长白山 天气非常的冷 大家到达后就开始收拾行李 并且还点了一大桌好吃的美食 大家因为已经熟悉了 所以在吃饭的时候就开始聊天 看到生活中的张子怡 谢娜直呼说她有点不太一样 因为张子怡给人的印象就是很孤冷的那种 但是实际生活中 张子怡却是一个非常暖心的人 尤其是在吃饭的时候 一般大家吃饭都会边聊天边吃饭 但是张子怡却不是 她会一边跟你聊天 一边照顾到餐桌上的每一个人 尤其是看到大家碗里没有菜了 她就会帮忙加菜 可见张子怡真的是一个非常接地气 没有明星架子的人 大家看到的都是我那些很硬朗的角色 你知道吗 其实没有太多人了解我 我从来都是一个很会照顾人的人 但是有了宝宝以后也会有很多的改变 是吧 对很多事情 变本加厉 母爱爆棚 或许是电影中的张子怡 给人的印象太深刻 所以我们才认为张子怡是个高冷的女明星 其实并不是 她自从嫁给汪峰之后 一向霸气的张子怡 也开始变得有些小女人 从某女郎到汪太太 张子怡一路走来 事业爱情双丰收 真不愧是人生赢家 那么大家喜欢张子怡吗 欢迎留言评论哦